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胖迪美人鱼装上线 大陆性感小将间 这个小索谷 爆炸军给你101分 不怕你骄傲 怎么着 爱胖迪你怕了吗 要知道 那些年的胖迪走的都是精分少女外加吃货女汉子的路线 一秒变脸的功能 说来咱就来 爆炸军不得不说一句佩服啊 上节目放飞自我 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上奔跑吧 分分钟解锁女汉子的各种打开方式 可以 这很胖迪 言好奏之任性啊 不过港针 爆炸军默默地代表广大爱丽丝们说一句 胖迪 请你多发发正经的仙女赵 好不啦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要说桂圈真真假假的消息 多得就像滔滔江水 延绵不断啊 这不 大秘密自带话题体制又上线了 被传江河屋里刘叔叔合体上综艺 消息一出 也是惊待一众吃瓜网友 工作室听闻之后表示一脸懵圈 只想说连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的事情 各位高能网友们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呗 杨蜜工作室果断辟谣 发文称 目前下半年 小蜜会把更多的时间 用在剧组拍戏和陪伴家人上 在录完明日之子后 暂时没有再做真人秀固定嘉宾的打算 真是工作不易 切行切珍惜啊 要爆炸军说 大秘密作为娱乐圈有名的拼命三娘 各种行程满天费 就算是怀孕期间也没闲着 连排两部电影也不太怕的 还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 生了小糯米之后 短短几个月就全面复出 影视综艺两手抓 带货女王的带货脚步也根本停不下来 但是虽说大秘密忙到飞起 陪伴家人的重任 可是一点都没落下 上真男听到自家小糯米的声音 一秒就红了眼眶 和刘叔叔一起参加小糯米的亲子运动会 就算是出国参加时装秀 也不忘带巧克力给小糯米 哎嘛 如池母爱爆棚的大秘密 瓜友们纷纷点赞 大秘密怀庭 蜜蜂们都爱你 撒冷嘿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想做歌手的演员 不是好娘娘 我们来了本周即将上演永州战第二期 碰巧赶上瑶寨一年一度的喜倪节 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 嘉宾们集体体验细腻节 洗农具 洗衣服 对歌 下堂捞鱼神马的 可以说是贡献了不少笑点 惹得围观群众们纷纷大呼 节目组有毒 不过呢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这吧 作为本组的演技担当 咱们的蒋星小姐姐在比赛的时候就坐不住了 联手汪涵老师上演一出炫耀大戏 整骨沈梦辰轻轻松松获得优胜 演技爆棚 就问你们还有谁 在这里爆炸君只想说一句 谁都不服就服你华妃娘娘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你里华妃娘娘来说 演技啥的都是最最最最基本的业务能力 仅仅是秀演技 哪能百分百展现出华妃娘娘的优秀啊 那连环晚会上小姐姐们就彻底放飞自我 蒋星和唐一星实力模仿 凤凰传奇 观众们也是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 也算是唱出了风格 唱出了自我 就想问问这波神还元 你们打几分呀 那个啥 偶像包袱之类的 华妃娘娘是一点都不care 爆炸君只想说说的问一句 娘娘 你的综艺细胞那么好 要不考虑转行做协星怎么样 那箱华妃娘娘模仿凤凰传奇惊呆众人 这箱沈梦辰和杜海涛机场秀恩爱 也是强行给各位喂了一嘴儿的狗粮 要说沈梦辰和杜海涛 一直都是网友YY的重点关注对象 两人时不时就在微博互动 发点小福利 猝不及防就Q对方 但是铜框神马的还是品难得啊 这不 两人一起在机场现身 直接就蹭蹭上热搜了 有图有真相 爆炸君这就给你们看看 啥叫真情流露 沈梦辰大长腿实力吸睛 咪哩海涛的小眼神一路追随 单身娃们表示伤不起啊 挽着手一起走 你俩这样红果果的秀恩爱 真的好吗 都被拦着啊 爆炸君去厕所先哭一会儿 其实两人的甜蜜瞬间不在少数 一起合影做鬼脸 real有爱 上个节目也是满屏小粉红 羡煞一众 吃瓜群众 前方高能 小伙伴们都请做好心理准备 这画面太美 爆炸君表示承受不住 除了热舞不停歇 人工呼吸神马的更是乍翻现场 海涛的甜蜜告白 男友力max 孟辰也是大方表示 你应该很想要嫁给海涛吧 那当然 哇 oh my god 这波撒糖 爆炸君就很累收下了 你俩开心就好吧 不过别的先不说 海涛同学 说好的减肥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